大家好,我是田园 今天我们用白萝卜给大家分享一道美食 首先将洗净去皮的白萝卜切成隔刀片 都切成像这样就可以了 接着我们把准备好的300克五花肉剁成肉泥 然后放入大碗中 加入少许我们提前剁碎的葱花和姜末 再加入5克盐,2克五香粉,一勺生抽 一勺蚝油 然后用筷子把它们充分搅拌均匀后放一旁备用 在另外一个大碗中打入一颗鸡蛋 然后用筷子把它充分搅散 然后再加入100克低筋面粉 20克玉米淀粉 3克盐 1克五香粉 然后少量多次的加入大约120毫升的清水 用筷子一直搅拌成这样粘稠的面糊状就可以了 我们取一块切好的萝卜片 在里面包入调好的馅料 像这样一个生胚就做好了 都做好之后锅中烧油 油温烧至四成热的时候 将生胚放入调好的面糊里面 让它裹上一层面糊 然后依次将它们下入锅中 全程用小火炸 萝卜含水分较多 要稍微多炸一会儿 一直炸至表面微黄定型后控油捞出 继续升高油温七成热的时候 下锅二次复炸 这一步主要是为了能让表面更加酥脆 还能将出炸的油脂逼出来 吃起来就不会那么油腻 一直炸至表面金黄酥脆后就可以出锅了 这样做出的萝卜盒子 外皮口感非常的酥脆 里面的馅料也是十分的鲜的 非常的好吃 如果喜欢的话就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谢谢您的支持